好,所以我們現在看3.2.14的這個例子,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剛剛都是圓 那其實我剛剛已經說過,其實繞一圈就好,繞一圈就好 那所以呢你也不一定要用圓啦 偶爾的情況之下,其實大部分情況我們比較喜歡圓 因為比較公公整整規規矩矩一個式子就寫完那個很好做 那有時候你會覺得說圓可能太難了 那我現在可不可以用所謂的Polygonal Pad 也就是說呢,這種一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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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線性的這樣的長相的Polygonal Pad 把它機起來,好,現在來機,試試看 然後你就會發現這個Mill比較容易 所以我們現在是要overPolygonal的那個Pad 好,所以我們現在準備要積分 那我們要積分的也是很簡單啦 所以沒什麼好緊張 就是Z1是等於-1 然後Z2是等於1 然後Z3呢是等於i 然後所以我們就會有這一個 這個是Z1等於-1 然後這個是Z2等於1 然後這個是Z3等於i 然後就是三段,三個點 然後分成三段 那第一段是從這邊Z1走到Z2 這個我們叫Gamma1 這個第二段叫做Gamma2 第三段叫做Gamma3又走回來 就是這樣,所以它也是繞一圈 好,所以以後這個覺得這個真的很難很難 那你要畫這種的去繞一圈也可以 未來就會知道說 這個繞一圈真的是非常神奇厲害 在很多時候繞一圈 不管怎麼繞的答案是一樣的 好,這個到底什麼時候會有這種事情 這個我也會探討一下 可是負面很重要的事情 好,所以現在我們是要對這個繞一圈 那我們來看我們要積分什麼呢 我們要積分的呢就是Gbar 好,所以呢 所以呢這個 這個呢 A A呢 我們先來寫一下就是 今天呢要做的事情就是 Z1到Z2 其實就是對Gamma1 G分啊 這就是Gamma1 G1到G分 Gamma1 好 所以就是這樣 所以就是Z把體計 那我們也知道說 我可以找到一個參數式的寫法 就是Gamma1T 就是等於什麼呢 就等於 它都在實數線上 就簡單就是T 那T就是大於等於負一小於等於 好 就是這樣 就是我們今天就是把它參數化寫出來 然後我們就可以開始算 好 所以呢 開始算的時候呢 就會發現說 那Z Z在這個 Z在這個上面都是T 那Z半也是T 就是T 都是T 好 然後B 那Z就是 Z就是T 所以就是T 可以 好 就是Z就是T 就在Gamma1T Gamma1T就是等於T 所以就是T 所以Z就是T T就是幾 Z就是T 好 然後 所以Z的conjugate 因為T是實數 所以它的conjugate還是T 然後後面的Z就是T 所以就這樣 然後T的方法是-1到1 那我們就來積分看看 所以這個積分非常的簡單 2分之1T平方-1到1 然後因為 小時候 算為積分算得很熟 就知道有平方 剛剛好全部消掉就0 好 這樣 這帶進去1跟-1 好 我帶進去就變成0 好就這樣 好 好 這第一個 第一段 積分是0 好我們再來算第二段 這個當然很簡單 這真的很簡單 Z2Z3 大家要習慣去算這些東西就好了 然後這個時候 我們當然要在Gamma2T做參數 這個如果還記得的話 那這個一個線段的參數化 非常非常重要 雖然很簡單 但是非常非常重要 希望大家記得這件事情 那我們也記得說 參數化的時候 那個如果是 我們都很喜歡把T放在0到1中間 就一個線段的參數化 然後後面的那個乘上T 當然如果你忘記了 你就可以把它慢慢的寫出來 你就知道 因為答案就是這樣 然後前面的乘上1-T 這個Z2加上這樣 然後T是 T是在0到1中間 然後這個就是那個參數化的結果 就這樣 對 然後但是我們要把 Z2Z3解出來 所以就是 1-T乘上1 所以就是1-T 加上I倍的T 就是這樣 好這個是 這個是我們參數化的結果 好 然後所以我們現在開始算的時候 我們知道我們還要把這個 Gamma做微分 那Gamma就微分了 Gamma快T 做微分的時候 就是-1加上I 好這個就是這樣 好 然後我們就可以算 就可以算 好 然後這個時候呢 這一個呢 Z的conjugate Z的conjugate 就是1-T 減掉I-T 然後Gamma的微分 就是-1加I 比T 然後T是從0到1 這樣 好 然後我們就要開始認真的 去算一下這個偉大的東西 剛剛怎麼可以算出 剛剛怎麼可以算出 沒錯 就是這樣 那所以我們現在 現在把那個 時數跟虛數的部分 算出來 好 那10負的 10負的這邊 就是1 這邊是10負 這邊是10負 好 所以就是1-T乘上-1 就是T-1 然後呢 還有哪邊是10負 就是-I-T乘上I 然後又一樣 又是I的平方 就是 更號I的平 更號-1的平方 就是-1 所以I的平方 就是-1 I的平方是-1 然後乘上-1 就是-1 然後那個 有T 所以就加上T 是嗎 在這裡加上T 對 好 好 這個是10負的部分 然後再看虛負的地方 就是加上I負的 好 我們來看哪邊會出現虛負的地方 然後就是第一個呢 就是1-T乘上I 所以就是1-T 然後再來第二個部分呢 就是-1乘上這個-T 就是加T 總算有一些東西是消掉的 好 所以這個T跟-T就消掉了 就是這樣 好 所以就是2T加1 所以呢就是2T加1 2T-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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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上 那個 I 比T 然後0到1 好了 然後這個時候 當然就分開來 積分就好 就這樣 好 所以我們積分的時候呢 在時數這邊的積分呢 就是那個 T平方 然後除以2 剛剛好沒了 就減掉T 然後是代0-1 然後加上 I負的T 代0-1 所以呢 在時庫這邊呢 就是1代進去 就是1-1就是0 然後0-1代進去又是0 然後又是0 好 實在太棒了 那後面的I呢 就是 只有1代進去的時候是I 那0代進去的時候 所以就這樣 好 所以它有I 好 可以嗎 所以這個就是 那個 積分就這樣 真的沒有什麼難 就 但是要寫一寫 勇敢的把它寫出來 好 我們終於到最後一段 雖然後面還有一些問題 但是我們第三段做完 基本上就做完了 第C C C要算的東西呢 C要算的東西呢 就是 我們現在想要積分的對象 是第三段 所以就是 誒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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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可愛的第三段不見了 第三段就是 先是計換到計數 計數到第三段 第三段 這8-3 然後一樣要積分的是 G的抗菌 G 好 所以我們一樣 就開始先把它的 參數化寫出來 那跟剛剛一樣 好 γ3 t 那一樣 就是 最後一點 是要到 z1 所以是 t的z1 1-t z3 加上 這樣 等於 所以就是1-ti 然後 再加上 這個 減掉t 好 可以齁 可以齁 好 所以我們就來算一下看看 好 所以就等於 欸 還沒有微分 好 γ3t 1t 就是等於 就是微分的時候就是 負 負 i -1 這樣 好 這個是我們要看的 所以我們就得到說 原來的式子呢 就會換成 把該帶進去的東西帶進去 所以這邊本來是 呃 所以會等於 t-ei 就負t 負t 然後再 負t 然後再加上 t-ei 變成 差一個負號 就這樣 好 然後再乘上 這個 就是 負i-1 然後 底t 然後t是從0到1 好 這個就是我們的 掉的積分樣子 好 所以 反而再 接下來就是一樣 就是把十步 續步分開來 然後再來 就是算一算 答案就出來 好 好 然後所以呢 我們就開始積分 就是0到1的積分 然後一樣是把十步先算出來 現在呢 現在就是 那個 呃 有 我們要先看哪邊是沒有i的 就是t跟負1合起來 就是t 然後再接著下來呢 看有i的地方 又來了 負i乘上i就是1 這因為我們算了實在太多次了 然後就是t-1 加t-1 這十步 然後我們再看虛步 虛步的地方呢 就是 那個 負t 要跟後面的負i相乘 所以就是t 然後呢 再來就是那個 t-1i 要跟負1相乘 所以又回到 1-t 好 這個底t 然後又發現這個 這個又消了 好 然後前面又是2t-1 所以就是0 積分到1 2t-1 然後加上i-t 然後就開始算了 又開始算為積分 就是變成t平方-t 然後從0帶到1 加上it 0帶到1 然後就會發現 又來 就是1帶進去的時候是0 0帶進去還是0 所以就是前面是0 所以就是前面是0 然後上面是i 欸 所以答案又是i 好了 好我們終於開心的把這個示範算完了 我們現在開始過輕鬆快樂一月的日子了 好再接著下來我們要算的是d d d呢 就是g1 g2 g3 這要小心 他沒有回來 他只有從g1到g2 g2到g3 打到這邊而已 就g3 我就這樣 好 所以只加前面兩個gamma1跟gamma2的積分就好 好 所以這個是 我們要積分的是g conjugate的底計 然後但是剛剛的g分一個是0一個是i 一個是i 所以就是i 好 然後這個後面都是幸福快樂日子 然後當然我們也可以記憶圈了 再一次你就會發現說 欸這個記憶圈的時候 記憶圈的時候這個答案好像都 欸不會剛好是0 好記憶圈的時候 如果他不是那個 他不是 他不是g的 他不是g的話 他不是那種g平方啊那種 可解析的函數的話 所以我們就來看 所以今天是那個g1 g2 g2 g3 再回到g1 就是真的繞一圈的 這就是標準繞一圈的 就是g的conjugate的0g 那這個當然就是0加i加i 就是ri 好這個就這樣 好 最後一個 我們來試驗一下 倒過來 倒過來也沒什麼了齁 好 所以呢 我們就知道說 這個 未來 有時候我們喜歡把它變成這種 polygonal的去算 那本來可能大家會覺得 polygonal算比較簡單 然後你會發現說 其實不一定比較簡單 也不是他的數學難 是 是你要很麻煩的這樣一個一個去 把參數畫 然後好好的寫出來 然後去計算 不難 都不會太難 但是 你就會發現 這個過程相當的繁複 好 然後呢 這又引發了下一個問題 事實上是下兩個問題